吃完饭的时候,太阳已经落山了,山顶之上的夕阳美得简直不像话,可程翘翘确实没什么力气再去拍风景,也没有力气再去玩了。 两个人就那么尖便尖的,很是亲密地坐在一处有些高的石头上,静静地享受着这时光的美好,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,直到天色一点点地变暗,最后星星都出来了,还是舍不得再回到木屋里头。 渔村之后,程翘翘因为心里对邹昊产生了爱意,现下他们又怎么一起看着星星,他都不想将目光从闪闪的小星星身上移开,直到养头养得都有些累了,他才低下头来,看了看身侧的男人。 我们下一站要去的地方是渔村吗? 嗯。 都好几年没有去过了,也不知道那里变成什么样子了,我们当年住的房子还在不在? 你说,要是现在我们过去的话,还会有人认识我们吗? 假如我们告诉还认识我们的人说,我们要结婚了,你猜他们会不会很惊讶? 不如我们到时候去演两场戏。 演戏?演什么戏啊? 就你刚才说的,碰上还认识我们的人,就说我们是兄妹,碰上不认识的,就说是夫妻。 你…… 嗯,其实坦白来说,咱们在渔村里时,虽然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照顾,但也确实没有挨到什么欺负。 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,但对于帮助过我们的人,我还是真的挺想去感谢感谢的。 尤其是当年租房子给他们的老人,他真的挺想去感谢一下他的。 男人听了他的话,若有所思,盯着他的侧脸看了一会儿,想说什么,但终究没说出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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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